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信息是我们感谢上帝创造了世界就是在敬拜它 你注意到大自然是多么的漂亮了吗 色彩斑斓的蝴蝶 美丽的落日 璀璨的繁星 所有这些并不是随机发生的 上帝在创造完美世界时就将一切都计划好了 上帝计划要创造一个世界 一个美丽的世界 生物可以行走 飞翔 爬行 游泳和说话 上帝在宇宙中发现了一个充满水的黑色地点 他说 要有光 于是 光就出现了 上帝称光为昼 暗为夜 暗就是晚上 光就是白天 合在一起就是第一天 但一切都充满了水 这样的环境不能行走 飞翔或爬行 于是上帝又说 让水分离 于是水分开 中间区域为穷仓 穷仓干燥 很清 很蓝 上帝称上面的那部分为天 这就是第二天 之后 上帝决定创造一个地方 供生物行走和爬行 他说 水要聚集在一起 使干地露出来 上帝称干地为地 称聚集在一起的水为海 他看着地说 长出青草与树木 作为食物与遮阴处 这就是第三天 上帝看到这些 觉得这些都是好的 之后 上帝就准备造光体 他说 天上要有发光的光体 普照在地上 于是光体出现了 大的那个是太阳 掌管白天 小的为月亮掌管夜晚 它们与更小一点的星星 一起掌管四季 上帝就这样 完成了第四天的创造 上帝看到这些 觉得是好的 现在地球已经为上帝 创造的生物预备好了 海中的生物 海水已经为你们预备好了 鸟儿 天空已经为你们预备好了 上帝说 鱼与鸟出现 上帝祝福他们说 要繁殖增多 充满大海和天空 第五天就这样结束了 上帝看到一切都是好的 隔天上帝说 我准备要创造动物了 于是他创造了大大小小 不同的动物 他告诉动物们要繁殖 充满地球 但这还没有完 让我们根据我们的形象造人 上帝说 于是上帝做了一些不一样的事 他取了一些泥土 开始做模型 他做了一个生物 有两只脚 两个手臂 一个身体和一个头 之后上帝往他的鼻孔里吹气 这个生物睁开眼睛坐了起来 是一个男人 上帝叫他亚当 他让亚当看到他刚刚创造的一切 这些都是为你造的 亚当好好照顾他们 然后上帝让亚当熟睡 当亚当熟睡的时候 上帝取出他一根肋骨 并为他造了妻子 当亚当看到自己的妻子的时候 他大叫道 你就是我完美的伴侣 亚当叫他夏娃 第六天就这样结束了 上帝看到他造的一切 十分的完美 之后这一天 上帝看着他所造的万物 他与亚当 夏娃 还有所有的生物 都在这一天休息 欣赏自己的新住处 这就是第七天 完美的一天 我们也称他为安息日 上帝祝福第七天 使他成为圣洁 因为在这一天 他安息了 停止一切创造的工作 上帝的新世界 完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